我们来做一些例题吧 用我们刚刚掌握的知识 关于等腰和等边三角形 这里呢有一个三角形内的三角形 我们需要求出这里的橘黄色的角的角度 还有这个蓝色的角的角度 我们知道AB边长等于 或者说AB线段等于BC线段 都等于CD线段长 或者我们可以叫它DC边 所以首先我们看这个三角形 ABC是个等边三角形 因为是等边三角形 所以两个底角是相等的 这个直角边这里是另外两个边 所以这两个底角是相等的 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角也是31度 那么如果我们知道了 这个三角形内的两个角的角度 我们总能求出第三个角的角度 它们必然加起来和为180度 所以如果我们比方说 31度加上31度 加上角ABC的角度等于180度 你能够减去62度 这里是62度 我们从两边都减去62度 所以我们测量的ABC角度为 让我们来看看 180减去60等于120 再减去另一个2 得到118度 所以这里的角是118度 我就这么写吧 这个是118度 那么这里的这个角 这个角和那个118度互补 所以这个角加上118应该得到180度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角是62度 62加上118是180 所以这里这个角是62度 所以这个角是三角形BCD的其中一个底边 我们不能这么画 不过这个边和这个边相等 BC和CD边长相等 那两个是等腰三角形的两个底边 这个图是倒过来的了 这才是它的顶点 这是它其中的一个边 这是另一个底边 那么这两个底边将相等 所以这个也是62度 所以最后如果想求出这个蓝色角的大小 这个蓝色角加上这两个62度的角是180度 所以你得到62加上62 再加上这个蓝色的角 也就是这个角BCD的大小 等于180度 这两个符号我们想想 62加上62是124 我们从两边同时减去124 我们得到角BCD的大小等于什么呢 减去120度得到60度 还要减去一个4 所以得到了56度 所以这个角是56度 做完了 现在我们可以做这两个之中的一个 我们在这里做吧 所以我们要求的是ABE的角的大小 题目没给E的线段 我们自己来画 我们最终要求出角ABE的大小 这里有许多相等的线段 尤其是三角形ABD当中 所有的边长都相等 所以这是一个等边三角形 意味着这些角都相等 所以这三角形里面所有的角都相等 它们都应该是60度 它们都是60度 所以这些符号都应该是60度 那是角ABE的一部分 不过我们需要求出在这的另外一部分 为了这么做 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是在处理这个等腰三角形 有一点像左倾斜 这个是顶角 这是底角 这是另一个底角 这里面的顶角是90度 这次我们知道 它是等腰三角形 因为这个边 BD等于线段DE 再一次用三角形内角合定理 这两个角度相加 再加上这里的另一个角是180度 我们把它叫做X 得到X加上X再加90度合为180 所以我们得到两个X 在这儿不要跳步 我们得到X加X加上90等于180 X加上X和2X一样 加上90度是180度 我们可以从两边减去90 得到2X等于90 或者两边同除2 得到X等于45度 所以X等于45度 这样就完成了 因为ABC角等于 60度加上45度 这整个角也是我们所求的 角ABE是60加上45 也就是105度 现在我们只剩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看上去更简单一些 我们有一个等腰三角形 这个边等于那个边的边长 这是它的顶点 我们应该求出B 难点在于 我们怎么求出三角形的一边 如果我们知道另一个边就好了 或者需要知道另外的两边 我们用和刚才那个问题的第二问 相同的办法来解决 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是个等腰三角形 那么这个角和这个角相等 如果把这个边叫做X 那么这个也是X 我们得到X加上X加上36等于180度 当我们把这两个X相加时 得到了2X 然后我不会跳这一步 2X加上36等于180 从两边减去36度 我们得到2X等于180 减去30 也就是150 然后再从150中减去一个6 得到144 我算得对吗 180减去30是150 是144 两端同时除以2 我们得到了X等于72度 所以这一个是72度 我们大功告成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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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